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生活愉快 有没有需要住公屋呢? 香港住公屋的人不少 佔了差不多四成一半 住屋 当然了 住屋问题相当严峻 李家超上场之前 习近平来到香港 都说要住好一点 希望香港人 有个那么神圣的使命 交给李家超手里面 他没什么做 做些简约公屋 你看 何谓简约 我都不明白 因为我看来不是指责的 至少不是木屋 不是帐篷 也不是货贵箱 是可以随时起 随时拆了拿走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 比如帐篷 比如组合屋 那些 你看到有些卖到的 有得卖的 但那些是铝板造成的 铁皮屋那些 不是 它是正式起出来的 成本还很贵 简约公屋的成本是多少呢 根据房屋局局长说 会用几百亿去搞的 它的造价 最新造价约53万低层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高层低层 高层65万 那你随意就是刚刚好 即是60万 60万一个单位 传统公屋呢 我们那些三十多层高的那些 很实正 香港的楼是多久呢 香港的标准 香港的所有建筑都顶得住七级地震 七级地震 和可以住50年 起楼 标准基本是这样 即是50年不用拆 当然可以更多了 公屋都做到这个 大家记不记得咸水楼事件 80年代的事 80年代的事 80年代中后少少 拆了三十五十几栋 但是那时候来说 都是50年代建的第一二年公屋 咸水楼时代 即是贪污 都用了三十年 所以公屋这件事 你不要建的 建屋 我看过了 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建公屋 即是说 看上去相当漂亮 有照片 你看 它的成本也是去到 我想是不是那么贵的 因为它不用打桩打得那么深 地盘不用弄得那么深 它是十层左右 据说 十层到二十层 所以它就是建筑成本低一点 正式的公屋建筑成本是七十五万 刚才说 是吧 造价少 如果你说 正式建一层公屋七十五万 现在你建一层简约的公屋都用了六十万的时候 那不禁有人就问了 那你没有浪费 如果用五年拆掉它 是不是不逻辑呢 我相信是不逻辑 逻辑是怎样呢 不只用五年 可能用五十年啦 二三十年 最少一二十年 走不掉 那就不是五年了 因为这个其实是常识问题 讲了很多东西 加超政府讲这个简约公屋 它是一个施政部份订出来的嘛 现在开始起了 现在介绍了一段 越讲呢 你就越是觉得股压了 因为呢 我也有些朋友 是属房屋政策计过 如果照他现在建的速度呢 他是不可能同时间满足到 选了公屋上的人 入到公屋 即到时是分配到公屋五年后 他说五年而已 选了公屋 五年后拆了嘛 他又分配到公屋 进去 而现在轮后的人又进到公屋 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没有增加过的 还是那条队在那里排着的 当然你多建一批 简约公屋 那这批人就进去住了 是不是 那他就不用轮了 但是后面还有人在轮的嘛 那些人轮五年 刚刚上楼的时候 你何来一批更多的公屋 现在是建三万多个简约公屋 去哪里找三万多个 招呼这帮住完简约公屋 刚刚又够五年的人呢 五年是什么观念呢 刚刚李家超做完的就不奇怪了 其实他就是解决这个事情 在五年里面呢 轮紧上楼的 依然够钟纷纷上楼了 而排得太久的那些不行啊 年轻的那些不行啊 整些青年公屋你看看 青年女社你看看 然后整一批这些简约公屋 尤其是他已经结婚了 好了 给你住 这个怎么计呢 都是好的 浪费都是好的 因为起码解决了很多人的住屋 即时的住屋问题 这个我是很公道的说的 但问题就是来了 五年之后会怎样呢 我想到的各位地产界的朋友 还有地产的专家 各位住在启德 现在这几天就发觉 有些区议员 当屋区议员就组织抗议 那组织抗议的理由是什么呢 那里好像是 现在是在做方仓医院一层高 现在第二天就变了十层高 那他就说不是啊 本来那里做商业区 那里做豪宅区的 但是遮住他们的景 那一看过去 如果他是十多层的 那你现在住在二、三十层 起码有二十层 当然是高层才值钱 私人楼都是啦 豪宅都是啦 二十层高 有二十层的人 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视野 影响都不是什么大事 总之有二十层没影响 但是如果在商场或者商业楼里 一样那么高就更左眼 那事实上是要看过去 看见别人写字楼里面 那更差 那反对什么呢 建公屋起码有十 这个公屋拆之前 这个建立公屋拆之前 反对呢 影响到就影响到啦 如果你住低层 也不是要求警官的 没有警官的啦 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不是 不是 弹约公屋那么简单 那些五年后是拆不了的 因为你没有 你一直在排队上公屋 那那批人五年后 你叫他们去哪里 够钟拆了 你走啦 走去哪里 当然不走啦 那就是房屋问题 你试试 新界收地 那就是保家卫国的 你拆人家屋 你不安置他 我肯不肯给你拆 你拆不了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是做不到的 我在房屋处做过 你最紧的是 他住在一百尺的房子 他都叫做住在那里 安安乐乐 住得不好都是安安乐乐 但是你动他 你一定要给他更好的 如果不是呢 他不会走的 你都不通啊 也没理由 所以如果你这样想清楚呢 李家超说担约五年是骗你的 其实到时候我没解决 因为他都够时间走了 那你新的特首敢不敢拆掉这些公屋 他肯定趁那些人走呢 这个区议员呢 这个叫做杨永杰 他说遮掩楼都被人笑的了 有外观尖呢 人家说三四十就不遮住你了吗 一样遮住了 十几层遮住你了吗 那就不通了 其实说到尾 他就说哪有人 你有保证五年后拆回呢 如果以后都在这些 好像石建美那些六层 再高一点的公屋 你整个区的所谓 他们觉得 就是一个混习了公屋的 一个私人地方 那个地价那些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很多公屋 或者很豪宅很近这个公屋 甚至是因此它有价了一些 最重要是你豪宅自己 好像一个城市困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很多生活上的必需品 因为人多 很多小店 你公屋区就很多东西卖的 其实生活质素因此提高了 很多丰富的东西 你试着住在山顶 你想买一块猪肉都没有 新鲜猪肉 你只可以在超级市场买猪肉 这个如果是公屋区 一定有街市 新鲜蔬菜那些日常用品 什么日本城 那些文记家不具 那些小店就临隶 那你一般日常生活很方便的 住屋的人很清楚的 但是 如果不好就是楼价不会升 因为那里是质素 是不是 和那些贫民窝一起 当然质素 那些还是简约公屋 临时公屋 那久了可能建筑又差一点 是不是 可能比较骚 那区是混习了 所以他们一定反对 而更加会反对是哪些人呢? 地产商 香港不建那么多公屋 就是因为托着地价 如果你很顺利建这些简约公屋 到时候 其实就多建了好几万个公屋 在原来的公屋计划里面 多建了几万个 如果他不拆的话 好了 大家一定说 五年后赶人跑去拆租 你太简单了 他住在你怎么拆他呢? 你等于你拆了三点点木屋 你拆了新界的那些村屋 你不给回家 蔡元村 早几年 你不建了公屋 不表证他有公屋住 他都不肯走 他都在耕耕田 霸住个 租个田耕耕的 总之他住在 住屋永远 有历史来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你不可以叫人家居住 英国人留下不做得这样 香港政府里面所有官僚 我做过十年的房屋处很清楚 房屋处第一个目标就是不可以令到香港人 不是何谓叫房屋处 赶人走的不是叫房屋处 你不可以制造难民 是为了要整到人人有屋住 才有房屋处出来 所以根本没有配套说五年后会怎样的 而事实上现在建的公屋 有人计算过 基本上是没有增加到什么 所以五年后依然是五上下而已 五年后肯定就没有能力 叫他们走 建了房屋 旁边有更好的 可能很远 这个市区 其他市区 没有足够的地方给你 现在很多地方都说建 但是向来其他地方 你给他住一小都不需要 因为很远 去了白鱼山、新界 那些人不能上班 现在可以在市区搞 可能就是这个大项目 启德 而这个启德的项目 立刻就捉招 涉及很多人利益 所以很多人用各种理由出来 反对在启德那里建工 你去建立的地方 那建哪呢 建立的地方 那哪个去住 那他们就不理了 但是政府就必须面对了 李家超要想 你搞一个这样的 柬异工的计划 如果最终没人肯去呢 你骗了他去都可以 你骗了他去 住了OK了 他开心了 回到工了 远些而已 可能到时他都不介意继续长住 是不是 本来五年住了三五十年 都不要紧 直到你建了公屋为止 将来解决 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快 五年就解决不了 那由于解决不了 现在在启德旁边的人 明知政府解决不了 所以就出来反抗 反对 那房屋问题就是老大难的 但是呢 回到我很久之前 听一些很普通的人说 作为一个政府 能够提供一个有尊严的居所 给住在那里的人 都做不到呢 难怪很多人去了英国移民 穷人都去了移民了 能够移到几代都走了 是不是 那么 两难之余呢 我不会同情任何一方的 但是我说 责任一定在政府那里 是 李家超就麻烦你搞定他了 至于你搞不搞定呢 也都是你能否 继续保持你的民望 一个重要指标 特别是你第一份司法院里 想出来的简阳公屋 这么快就出现问题呢 那我也不知道 你准备如何应对 好了 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大家密切留意 事态的发展 多谢大家 大家下一条片我们再回面了